作为话题女王呢 范冰冰一直都吵得一首好作 有人说她的作品其实并不多 在我看来 其实她本人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就像她的长相一样 她自己和自己话题的炒作呢 也一直是经得住多少赞美 就经得住多少诋毁 自从跟李成功不练情之后呢 更是隔三差五就能上得了头条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分分钟能让一直上不了头条的汪峰老师 哭晕在厕所 每次出行都盛装打扮的范爷 7月1号却以一身宽松碎花长裙 搭配平底鞋亮相机场 毫不清新啊 不过等等 这宽松服饰加平底鞋 好像哪里不对啊 天哪 这明显是怀孕标配啊 再仔细一看 侧身的范冰冰竟然还能够看得出 明显突起的小腹啊 难不成这是有了小黑牛了 要知道前一天范冰冰 可是在微博卖官子发文说 周四见的 虽然后来公布只是宣传新电影 但是大家还是不死心呢 而范爷也相当配合地穿起了怀孕标配装 数要知道 新片的宣传期才刚刚开始呢 我是不是很贪心